他采访过抑郁症患者 做过抑郁症专题报道 却不曾料到 有一天自己会患上抑郁症 医生说这是抑郁症 自己是不能接受 然后呢又不肯治疗 究竟什么是抑郁症 他又如何患上抑郁症的 抑郁症的本质特征 他不仅仅是情绪低落 而是你变笨了 变傻了 在生死边缘徘徊的他 又是如何对抗抑郁症 并最终走向治愈的 资深媒体人张静 做客节目现场 为您讲述 他患上抑郁症的始末 解读抑郁症背后的真相 传播灵距离 真诚听两岸 各位好 欢迎收看由厦门卫视 为您打造的人物互动访谈 聆听两岸 刚刚过去的十月 我们度过了第三十个 世界精神卫生日 现如今精神卫生问题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 人们的正常生活 世卫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全球约有4.5亿 精神发育障碍患者 而抑郁症被称为是 世界第一号心理疾病 已经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今天要走进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 是我的一位同行 一位资深的媒体人 然而几年前 他也患上了抑郁症 生活一度变得暗淡 在经历了曲折的康复之路之后 他以新闻记者的执着 开始了精神领域的探索研究 并且创立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抑郁护助康复社区 从重度患者到抑郁症专家 他的故事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他也从新闻幕后 走到了台前 感觉有一个士兵 把守在睡眠的大门口 当睡意来临 就用长矛捅向心脏 把睡意惊走 不想说话 不想接熟人的电话 不看短信 或看了也不会 当然不想接任何人 每天早晨一睁眼 就不知道这一天怎么度过 这是张静 在他撰写的 《度过抑郁症治愈笔记书》中的 一段文字 作为一名从业三十年的记者 他长期从事突发事件 公共政策 政治 环境的新闻报道 曾供职于工人日报 财经杂志 是财新传媒创办人之一 2012年 他突发抑郁症 并一度陷入中毒抑郁 病语之后 他认识到中国抑郁症科普 存在巨大的空白 开始深入精神科医院 走访抑郁症患者 边学习 边采访 边写作 陆续出版 《度过抑郁症治愈笔记》 《度过我的治愈行》等系列著作 并创办《度过》公众号 进行抑郁症科普 《度过》平台现已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 心理障碍患者和家属 自助互助康复社区 张静也因此获评2015年 《健康中国》年度十大风尚人物 掌声有请今天的聆听嘉宾张静 欢迎张老师 欢迎您 邀请 今天首先欢迎张静老师 能够来到节目当中 就像刚才开场白我们所说到的 抑郁症现在是 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号心理疾病 在我们很多人的认知当中 所谓抑郁症就是 哎呀 精神不振 提不起精神来闷闷不乐 然后甚至严重的时候 会有极端行为发生 好像我们从我们的认知当中 得知了一些名人 比如得过抑郁症的 什么海明威啊 包括什么戴安娜 樊高啊 然后还有这个崔永元 然后包括三毛 张国荣等等 首先张老师跟我们来说说吧 什么是抑郁症 一般我们怎么来判断 一个人得了抑郁症 抑郁症其实没有标准的答案 它是一系列复杂症状的 一个综合体 因此我呢 还是从我自己的经历 那给大家直观地展示一下 当时我有哪些症状 抑郁症一般来说呢 都有这样一些 共同的症状嘛 第一个症状就是疲倦 其实它的背后的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能量开始逐渐逐渐的不够了 再往后呢 就是出现睡眠障碍 睡不着觉 早醒 多梦 一夜呢 醒很多次 我称之为叫破碎性睡眠 早上起来以后 仍然非常疲倦 所以这疲倦 它一直贯穿了整个疾病的始终 后来我逐渐发展到 每天晚上 一定要服安眠药 才能睡着 再往后 服了安眠药都不管用了 因为有了睡眠障碍 我就会把一些问题 归结为失眠 掉以轻心 没有及早的识别余症 伴随着这个失眠症状的出现 后面还有哪些一系列的症状 你把它归结为是因为失眠导致的 但其实是抑郁症 比如说 情绪低落 逐渐逐渐地发现 高兴不起来了 当时就是想 这一切呢 可能都和睡眠不好 精力不够集中有关 提不起劲 以为是这样 对 再往后呢 是注意力不能集中 当判断选题的时候 当记者向我来汇报选题的时候呢 我不能够及时地做出反馈 就是决断力 也开始下降 再往后呢 我记得就是出现犹豫 犹豫不决 这个犹豫不决 其实就是和我刚刚讲的 判断力下降 是有关系的 再往后呢 会出现一种自我贬低 就开始自我审视 自我反省 会把一切的生活中 工作中出现的失误 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这也是抑郁症患者 我后来发现的 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自我攻击 自我怀疑 自我贬低 自我攻击 这个现象呢 出现其实很久 我可以一直追溯到 2008年 汶川地震的时候 从最初 你刚说08年的 这个汶川地震 系列报道结束之后 发现自己开始有第一个 不太好的症状 汶川特大地震灾害 第五次新闻发布会 先报最新的灾情 事实上 张静抑郁症的原起 可以追溯到 2008年5月的汶川地震 针对汶川地震 进行三个月 高强度的新闻报道工作之后 张静的身体 进入疲倦状态 这种损耗和疲倦感 一度延续到了2011年 他发现自己再也扛不住了 我非常明显 我能回忆起来 200突然开始就不开心了 哪怕生活当中 并没有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 哪怕生活中 工作得非常顺利 哪怕我做了一个 非常出色的报道 但是呢 就是高兴不全 也不会那么开心的 我后来知道 这个不开心 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的症状 它的造成不开心的原因 是大脑里的神经地质不够了 神经地质是构成一个人的 活力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如果神经地质不够了 它获得快乐的通道 就像被一刀斩断一样 就会逐渐逐渐 甚至彻底的感受不到快乐 这是造成抑郁症患者自杀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情绪低落 快感缺乏 兴趣狭窄等等 还伴随着什么呢 能力的下降 比如说注意力 明白 决断力 记忆力 反应能力 阅读能力 表达能力 包括可头表达 和书面表达 这些叠加在一起 造成了你的总体的 工作效率的下降 然后又会叠加 自我怀疑 自我贬低 就这些症状 我现在已经很难区分出 到底哪一个先 哪一个后 它肯定是聚合的 总之是连绵不断地 直接压过来 对 整个世界就灰暗了 努力都是失败的 比如说就是吃安眠药 一开始吃半粒 就能睡一会儿 后来加到一粒 加到两粒 也都没有用了 这样的话 时间呢 已经到了2012年的三月份 两会开始了 到了两会开始以后 工作量一下子又成倍地增加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单位的两会报道 每年也都是由我来管的 所以到两会报道出现以后呢 因为一下子工作量增加了很多 我当时就出现了巨大的困难 比如说开始出现明显的阅读困难 当记者的稿件加上来以后 哪怕是短短的几百字的消息 我要把它从头看完 都非常费劲 像以前可能几码钟的时间 眼睛一省 就大概知道这篇文章怎么样 应该如何处理 但那个时候呢 我必须要非常费劲地 点着每个字 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它读出来 反复地读好几遍 才能明白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每个字都是认识的 但是已经没有能力 把它组织成有含义的内容 并且呢 表达也出现困难 就心里面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嘴巴不利索 说不清楚 像包括写作 把它写出来也很困难 就是词不答应 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 能把心里的想法 给表达出来 到这个时候 我记得就开始惊慌了 我就觉得好像是出问题了 就应该不是睡眠障碍 这么简单的 我是不是得给最亲密的人 我的家人 我最近好像有点好累啊 我应该没有说 你 应该没有说 你是碰到问题都是自己扛的 对 这个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习惯了 比这个困难的事情 应该是多得多的 以前遇到那种重大的 对抗性的 竞争性的 这种报道 那种遇到的困难 应该是全面的 像这个嘛 这是个人的问题 按道理 是应该是自己可以解决的 只是没有想到 它是这么 后来这么来势凶猛 所以就是坚持 一直坚持到 3月12号的一天 那一天本来是预定 要去采访 当时的一个部长 要做一系列的准备 比如说看材料 准备采访提纲 这些我当时都咬着牙完成了 但是后来呢 要通知第二天 要穿西装 要带着一个团队 还要拍摄 还要打领带 我就觉得非常痛苦 就觉得自己当时的能力 已经不能够面对的电视 完成这一系列的程序 我就只好在最后的时间 给我的领导打电话 说我明天恐怕不能去采访了 当然我的领导就胡舒立 非常惊讶 也非常生气 因为临时告诉他 我不去只能他去 他后来就只能他自己 匆忙上阵 拿着我们弄好的采访提纲 他就代替我去了 然后他就说 你实在不行呢 就休息两天 睡两觉就好了 当时包括我在内 以及所有人都认为 我的问题是睡不着觉 结果呢 离开了工作岗位以后 用一个词叫 兵败如山倒 因为本来就已经是用最大的毅力 就一口气撑着 一直工作到3月12号 一旦泄下来 那股气一泄 就彻底地就完蛋了 就是不仅仅出现工作的你的下降 紧接着出现生活的你的下降 比如说 走在大街上 走在一个复杂的地下通道 有六个出口 那就迷路了 就找不到哪一个是自己 应该能够走出去的出口 最熟悉的路口 对 看路标 找不到 然后指示地点 也不行 做不到 然后回到家以后 去超市买东西 到了超市里面迷路了 就好像浑浑噩噩的 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就不想见人 不想开会 不想去吃饭 不想说话 想把自己藏起来 来掩饰自己的无能 因为你想 你既然已经连 话都说不清楚了 当别人在一起 哈哈大笑的时候 你脸上是无法 挤出一点笑容 所以只想回避 当时我离开单位以后 我就完全陷入社交退缩 单位里面同事 那时候也听说我 情况很严重了 来使出来看望我 我说坚决不见 坚决不见 把门锁起来 来敲门的时候 即便上门了也不见 不见 坚决不开门 打电话不接 发短信不回 当然也是因为困难 那个时候因为 能力的全面的降低 你想回一个短信 都是很困难的 前面的一系列的表现 可以说是抑郁情绪 比如说 快感降低 兴趣狭窄 自我怀疑 自我贬低 这些都可以说抑郁情绪 还不能称之为抑郁症 那么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 分别在哪里呢 分也在哪里呢 一个是持续的时间 一般来说抑郁情绪 如果在一两个星期 两三个星期里面 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 可能经过休息 经过调整的消失了 那么它 这是抑郁情绪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 都是有这个过程的 有一段时间 会突然心情低落 能力出现各种各样的 就是兴趣狭窄 包括自我怀疑 睡不着觉 两三个星期 过去了 自我调整一下就好了 自我调整的 因此抑郁情绪是有一种 自我调整的功能 一两个星期就慢慢好了 如果长期持续 就可能逐渐逐渐 滑到抑郁症的范畴 抑郁情绪是心理问题 抑郁症只进入了疾病的范畴 第一个就是时间 你持续多少时间 第二个呢 有没有原因 如果你能找到 具体的原因 是让你陷入 这种抑郁情绪当中 这叫事出有因 还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到了你事出无因 没有任何原因 你都会陷入那种 低落 焦虑 紧张 恐惧 自我怀疑 自我贬低 以及接下来的能力下降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 进入抑郁症了 可能你遇到一件 天大的喜事 你心想事成 多年的愿望实现了 但是你仍然还是 高兴不起来 你无缘无故地 陷入那种低落当中 这叫事出无因 第三个 最重要的 能力的下降 就是活力的缺失 说当时为什么 是回不了短信吗 是自己不想回吗 不是 就是回不了 因为这个时候 因为大脑里面 出现了你无法抗拒的 生物学的病变 就是神经地质的缺乏 大脑就像被 绳子捆住了一样 你的活力 缺失了 你的功能下降了 这是抑郁症的 一个最最本质的特征 所以抑郁症的本质特征 它不是 它不仅仅是情绪低落 而是活力的下降 能力的降低 简单地说 抑郁症不是不开心 而是你变笨了 变傻了 一个本来 生龙活虎的 充满了创造能力的人 一下子变得 像个傻瓜一样 这个时候 就是抑郁症的 所以像抑郁症患者 容易自杀 是有原因的 当这一切都充分叠加的时候 比如说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是很痛苦的 再说 快感通到阶段 没有快感 再说 兴趣狭窄 从日常生活当中 不能得到一点点的乐趣 作为一种 对艰难生活的奖赏 再到自我怀疑 自我攻击 自我贬低 再到能力下降 失能 失去了能力 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废物 成了一个行尸走肉 当这一切叠加的时候 选择自杀 至少我是能够充分理解的 我从来不把 一个 抑郁症患者 最后选择自杀 看作是 落负的行为 您那时候还有 比如说一丝一毫的 我能意识到这个 其实我想挣脱这个 或者我能走出来 想要有这样的反抗吗 当时没有 因为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为什么后来 在我 获得转机以后 要开始写文章呢 就是因为 这个反差太大了 因为 在以前我工作的时候 我还专门我们写过 关于精神疾病的报道 还专门写过 抑郁症呢 我们都当时做过报道 也阅读过大量的材料 但那个时候 都是别人的事情 跟自己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想 连我 连我们的同事 当时没有任何人 觉得我这个情况 是抑郁症 这就说明 在2011年的时候 整个中国社会 对于抑郁症这个领域 是巨大的无知 所以后来 当我自己出现转机以后 我才想要把自己的 整个过程 这个经历 以及 治疗的过程 想把它写出来 来告诉大家 是怎么回事 这是当时 我做科普的 一个起点 所以在那个底点的时候 什么时候 又开始有转机了 这样一个 在低谷的时间 盘踞了多久 这样的一种 各种情绪 转机的后来 就是看病嘛 那是在 2012年的3月份 开始 尝试去看病 看病呢 医生说 这是抑郁症 自己是不能接受 然后呢 又不肯治疗 然后呢 试图通过 中医 通过心理上的 一些心理咨询 后来发现 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又顽抗了 你是不能接受 抑郁症 这个病症吗 一方面 其实不能接受 也不能了解 也不了解 就是幻想 用一些其他的办法 可以解决 为什么你们抗拒 抑郁症 这三个次的病症 每个人 都是希望自己 能够用最简单的办法 解决问题嘛 就不想把事情 到坏的方面想嘛 侥幸 所以后来 又顽抗了 一个多月 才不得不去看病 去接受治疗 但是呢 这后来呢 又有一系列的问题了 因为中国 精神卫生资源的缺乏 到现在 仍然是缺乏的 患者能获得一个 非常及时的 有效的 有效的 药物治疗 其实很不容易的 我自己当时 也一样 尽管在北京 应该说具有 全国最好的 精神的医疗资源 但是我仍然还是走了 很多的弯路 包括物诊 包括治疗 不见效 一直到 2012年的7月份 当时我就陷入了一种 重度抑郁的状态 就是叫亚木僵状态 木头的木 僵硬的僵 字面也可以理解了 就像一个僵硬的木头一样 失去了所有的活力 用行丝走肉来形容 是丝毫不为过的 到了那个时候呢 医院的医生 希望用电击疗法来治疗 但当时我对电击 是极其恐惧的 坚决拒绝 后来医院医生 就不敢治了 就害怕我自己 控制不了会自抗 惶恐无措中 张晋经一位朋友的介绍 找到了北京安定医院的 医生江涛 他当时就是脸色 不好 特别的那种晦暗 而且特别瘦 有气无力的 这个整个是脑子 就已经完全迟钝了 就像一个机器 突然不运转了 就卡壳了那种感觉 他最终说是要自杀的 我当时就是叮嘱他再试一试 一定要再完成这十四五天的这种观察 因为抗医院起效至少在十四天以后 所以他就一直在坚持 后来只好又换医生 换了一个医生胆子比较大 就下了很多的猛药 很多的药做了一种联合治疗 终于在用了大量的药物治疗之后 突然出现了转机 这个转机呢 我当时以为是治好了 但后来发现是进入了另外一种 更加复杂的疾病状态 叫做转向 这又很复杂了 这个转机的表现是在哪里 从抑郁向 转向了造狂向 在几天之内 从过去的完全失能的状态 变成一下子充满了活力 就比在患病之前 更加有活力 老子更加好用 精力更加充沛 活力更加无穷无尽 有更多的激情 更快的思维 更多的灵感 更强健的体力 一下子就生机勃发了 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 对 短短的 两三天的时间 两三天 对 所以其实 这个状态是进入了 一个更加复杂的 一个疾病的状态 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 我是欣喜若狂 你也好了 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 叫地狱归来 从地狱到天堂 这是当时的情况 但后来许多年之后 我才知道 这个并不是叫治好 而是进入了一种 更为复杂的一种状态 我才能复杂的一种状态 我才能复杂的一种状态